我都要摘一摘 我摘起来 墙壁上清楚记录着 天平台风淹水有多严重 强台山竹虽然不会登陆 民众还是心惊惊 东西先往楼上搬之外 新买的电视早就视线架高 水闸门放在一旁被沾 怕淹水 这条街几乎每一户都设有水闸门 另外也有民众趁风雨还没来 到公所领沙包 总是要未与筹谋 等淹水的时候再准备都来不及了 先做好一两千包 还是去信万包 放在我们的仓库里面 供给了各位我们的仓床 用下去了 不然是这条都在了 肯定后壁湖这边 渔船也是提早进港避风 船中说平常靠岸一条缆绳就够了 担心台风防护也要加倍 越晚风浪也有增大的趋势 提醒民众入夜后到周六 台湾受删除台风的影响最大 千万不要前往海边关浪 以免发生危险 大家订问派对郑瑞平 评论报道